她是古埃及独一无二的黑王后 复兴了埃及 提高了女性地位 成为民众敬仰的女神 她就是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一个女性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深深影响了埃及十八王朝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都做了什么呢 能达到如此高度 她又为何能被称为黑王后 今天沐浴君就带大家走进古埃及 看看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故事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出身不错 她的父亲和哥哥 都是古埃及十七王朝的法老 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是她父亲很疼爱的一个女儿 她的名字也带有美好的寓意 是月亮之女美丽如一的意思 除了美丽的意思 还有完美和善良的含义 可见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被疼爱的程度 但是古埃及在十七王朝的时候 发展得很不好 甚至一度走向衰败 政权分散土地被外族掠夺 在和努比亚人的抗争中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父亲和哥哥 都站死在沙场上 法老之位 传到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弟弟手中 雅赫摩斯一世继承法老之位后 娶了亲姐姐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就这样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成为了埃及的王后 在古埃及近亲结婚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为了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正 亲兄妹结婚都不是稀奇事 更夸张的 还有父亲娶亲生闺女 雅赫摩斯一世 在生母和妻子的帮助下 积极对抗侵略者 将侵略者赶出了埃及的地盘 自此迎来了强盛的十八王朝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在埃及的抚兴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 他在十八王朝中的地位非常的高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 丈夫和兄弟都给予了他不小的权利 阿蒙神祭司之位 被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收入囊中 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呢 还拥有丈夫的宠爱 在爱情的滋润下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生下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而且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和他丈夫的寿命都非常的长 寿命长是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在十八王朝具有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是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权利之大 他的很多思想 影响了他的丈夫 也影响到了新生的十八王朝 在女性地位这方面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做了什么努力呢 他非常在乎女性的地位 制定出很多保障女性权利的制度 受到埃及民众的拥戴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被称为黑王后 她的皮肤真是黑色吗 其实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皮肤 并不是黑色的 从她被藏匿的木乃伊可以知道 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皮肤 其实非常的白皙 那埃及后世为啥选用黑色 来展现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形象呢 还称她为黑王后 这就要看黑白两色 在古埃及的意义了 每个国度对颜色的定义都不同 在古埃及 白色代表不吉利 人们只有在浮丧期间才会穿戴白色的衣服 而黑色 对于古埃及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一说到黑色 埃及人想到的是肥沃的黑土地 还有深不见地的河流 这些都是孕育粮食和生命的代表 所以 黑色代表着生机勃勃 在古埃及的一些神像中 可以看见 很多神穿的都是黑色 黑色在古埃及还有七死灰生之一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在埃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主因为敬仰她 所以将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皮肤化成黑色 称她为黑王后 这是对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至高的称赞 丈夫亚赫摩斯一世死后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依旧应了 在她的帮助下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三子继承了法老之位 同样的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法老和王后的位置自家人就坐了 主打一个肥水不留百人田 因为新任法老年纪太小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一直设政 直到法老能够独立处理事务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才退居身后的 他设政的那几年 还担任了首相和建筑总管 确保了自己权力的连续性 反正就是 各种大事的处理上 都能够看到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身影 可惜的是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儿子和女儿是进行结婚 由于血缘关系太近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三子身体还不好 没做多久的法老就病逝了 去世之前 他将法老之位穿到了一个将军手上 对此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也没有反对 他心胸开阔 还为新一任法老举行了加冕仪式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还为新一任的法老挑选了王后 新一任的法老和王后 对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非常的尊重 埃及也平稳的发展着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不仅拥有权力和民众的尊重 他还拥有很多的财富 宫殿和金银珠宝数不胜数 埃及之前的各代王后是不允许有私产的 那为何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可以有呢 规矩都是人定的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为埃及做出巨大的贡献 自然就拥有不少特权 拥有私产就是特权之一 他去世后 埃及民众还为他建造庙宇 专门用来祭拜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庙宇的墙上就画着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画像 一个黑皮肤的王后 埃及民众祭拜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是希望他能够长久安宁 也希望自己得到保佑 建造庙宇祭拜 在埃及是法老才能享受的待遇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却打破规矩 成为死后被祭拜的黑王后 前面提到 黑色有起死回生之意 因此后世将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称为复活女神 在埃及民众的心中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已经不是简单的王后了 而是保佑他们的神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对十八王朝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在世时 就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繁荣的埃及 很显然他做到了 十八王朝是埃及最强盛的 女性地位得以提升 经济发展和之前的埃及相比 算得上是繁荣了 因为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为民众谋福利 所以他去世后 民众没有忘记他 被当作神一样的供奉着 后来的埃及法老和王后 也都佩服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他们称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是阿蒙神的妻子 这在埃及是非常高的评价 他们也将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所处的时代 称之为埃及的黄金时代 可见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能力 有多强 创造了埃及的黄金时代 他除了没坐上法老的位置 什么都做得很好 在他的管理下 埃及安宁富饶 王朝发展稳定 埃及一片繁荣景象 在埃及民众的心中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和法老没什么区别 可以说 没有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 就没有埃及的复兴 这位黑王后 在埃及创造了奇迹 后世提到埃及 可能想到的就是近亲结婚 还有神秘的金字塔 但是 对这位女性统治者 没什么了解 古埃及的历史是非常混乱的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出现 短暂的暗停了埃及的混乱 可他去世后 埃及又混乱了起来 所以 民众建庙祭拜他 是希望埃及能够回到平静 可政权的发展 就是会充满混乱 人类也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亚赫摩斯奈菲尔塔利的美名 埃及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黑王后 会随着埃及的发展 而不断流传 这就是 伟人的影响力